酒駕新竹校长停职 县长带道歉 新竹县长安国小前校长黄坤正 日前被抓到酒駕 面对镜头毫无回忆 我只有一句话 教会该专关注的事情非常多 而且不是我 Thank you 6月5号晚上 黄坤正酒駕遭警方拦检 酒册值高达1.33 一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 上周四媒体前往求证 他不但死不认错 还当记者的面 在校长室撬二郎腿抽烟 态度相当嚣张 没有道事也没有讨议 所以基本上就算是我 花钱 新竹县长邱敬存得之后 当天就将黄坤正调离主管职 站回教育处就近看管 昨天邱敬存也出面 为黄坤正不良言行 向社会大众道歉 黄敬长的言行 和方便造成社会来 多不良事 代表了新竹县政府 非常抱歉 新竹县府昨天开会 认为黄坤正酒驾违法在先 还坚决否认 且事后处理失当 损害公务人员声誉 决议将他停职 并移送工程会审议 昨天黄坤正请假没出席 未来最严重处分恐遭撤职 动新闻新竹报导 新竹县 直接登נו 那么就很纯一项 早響 浓区 了